新地图来老地图走 留下的是你的武杀以及颤抖的手 观众老们大家好 这里是杨阳君 欢迎回到我的游戏彩蛋和细节频道 今天我们来盘一盘CSGO 好久没做这个CSGO的彩蛋合集视频了 最近在庆祝10周年 我才想起来 这些新地图里藏着的秘密什么的 是真的多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盘点30个 最为经典的新CSGO彩蛋的致敬 第一个才能聊聊CSGO10周年 也就是今年的8月份 首先是我们的吉祥物 Gigi戴上了非常喜庆的派对帽子 不管是跟随着你还是躲着你 都增添了几分喜感 不仅如此 当我们击杀他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非常喜庆的彩条 炸裂开来 当你做一回电疗老六成功惦记到敌人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庆祝效果 而在成功拆包的那一瞬间 不仅仅有彩带 还有气条飞出来 和你庆祝 随着10周年更新还有一大堆的印花 这其实是Visa推出的10周年印花大赛 像扎湾地图一样在社区里征集印花作品 其中有一个印花 让我一看着金光一看名字 哦吼扎湾路罗 哇多么经典的周周梗 如果你还不了解的话 这是迪奥的替身世界 可以停止时间 每次使用的时候都会大声的吼出来 第三个赛弹 我们聊聊新地图托斯卡纳 这张地图做的不错 整体的美术风格非常赞 如果你觉得这张地图 怎么有点眼熟呀 那就对了 因为在CX起源里 同名地图是这个样子的 在CX1.6的时代 这张地图则名为CPL-MU 也是非常经典的老地图了 彩蛋则藏在这个路口的箱子这里 仔细看可以看到里面装有好几支红酒 名字还挺特别 叫做什么USB特酿 牌子看起来就是一个被爆头了的标记 底部还有USB武杀的字样 这里致敬的当然是手枪小王子爱德华 在2010年对战Fanetti时的传奇USB武杀 然而然地图的彩蛋和细节还有很多 当我们来到斐家转角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椅子 虽然我们不能做 但是我们可以仔细观察这份报纸 或许这里透露的就是地图作者下张图的更新 这样还在构思阶段的水利发电站地图 就让我想起了以前的人字老地图 水电站 在地图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座城堡 下面一块牌子交代了城堡的背景故事 原来这座城堡最初是为了抵抗北方的敌人 同时城堡的下面还有一条密道 是专门给城堡里的贵族以及他们的猫逃生的 我们都知道LCS GO地图的传统彩蛋 那就是地图作者他自己留下的名字和记号 托斯卡纳也不例外 就是斐家旁边这里有一个篮球框 左边写着托斯卡纳1.6版本的原作者布鲁特 右边则是虫子版作者 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猫粮Catful 在篮球场的右边我们可以看到一座非常漂亮的意大利餐厅 正对着幽静的蓝色港湾 而餐厅门口有块看起来像菜单的牌子 上面密密码码写着的不是什么菜品 而是写着构名人 博主 以及地图制作人员 地图上有一家披萨店 我们可以在角落里看到丢弃的意大利披萨和红酒 然后就在景家另外一边还藏有一个披萨的小彩蛋 我们可以看到B宝典旁边有两个雪糕桶 因为这里的井盖被揭开了 仔细看好家伙下水道里居然也有一块披萨 哎下水道披萨大家有想起什么吗 很显然这里致敬的就是生活在下水道 又最爱吃披萨的人这神龟啊 这就让我想起了模拟山羊里的这个菜单 接下来我们聊聊这个吊针运动馆 哦不不不攀岩运动馆 也是一张蛮新的地图了 就是优化差点意思 有个小彩蛋就是当我们热身的时候 旁边这个足球场的门就会打开 中间有个足球我们可以与之互动 刀它或者射它都可以 进球的话足球就会被传送到中间重新开始 这让我们的热身有了其他的选择 哎还是蛮不错的 想知道这张地图为什么优化这么差吗 因为地图里藏有不少地图作者自己的私货 比如一楼这里有个锁着进不去的门 里面都是一个个巨型的宠物房 每个房子都贴着可能是地图作者们的爱猫爱犬照片 在二楼楼梯这里我们开穿墙飞进去 就会看到地图作者的签名 感觉有那么一点点诡异似乎像墓碑一样 二楼楼梯我们走到底 这是另外一个锁着的办公室 里面的白板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动 好家伙又是这个可爱的走路例子 这就让我想起了之前和大家讲过的 克里特岛锦家小彩蛋 接下来来聊聊 就我最喜欢的地图之一 冰岛风光 这张非常漂亮的小地图 在悬崖边上有海岸有灯塔 氛围特别的赞 看看这边的悬崖瀑布 以及天空的彩虹 是不是特别美 这悬崖有点不一样 充满了黑色的玄武岩柱 这些并不是杜撰的 现实世界里就是如此 当我们来到地图的另外一边 还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出名的 冰岛风景点 叫做迪霍拉里拱门 据说这是千年前火山喷发之后的遗迹 在1955年曾经有两架小型飞机 表演特技穿越了这个洞 在歇斯库的这张地图里 我们可以看到一座灯塔 靠近等上片刻 就可以听到这样的灯塔雾角音效 这不是什么普通的音效 正式出自2019年奇幻恐怖片 灯塔 这是一部用35毫米黑白胶片拍摄的电影 让我们开启穿墙飞越灯塔的最高处 就可以看到整个画面都变成了黑白灰 没错 这就是这张地图最电影的双重致敬 刚刚我们说到灯塔在迪霍拉里确实是有一座灯塔了 不过现在被改造成了酒店 在这里过夜看看星空银河 应该也是很浪漫的事情 于是在歇斯构章地图里 我们又可以找到一家酒店 在A包点的附近 接待出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酒店的可人留言簿 甚至还有一个二维码可以扫码访问 而这个留言簿是真的有留言的 可以左右翻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IP地址 姓名 国家 以及评论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互动小彩蛋 然而这样地图还有一些小彩蛋 小秘密 我们来讲一个比较细的玩意儿 就在一楼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两台洗衣机 这洗衣机的牌子叫做Crouch 这个词其实是CSGO 或者我们说是游戏的专用名词来的 翻译过来就是翻盘的意思 比如残局里我们1V3 2V式反败为胜 就叫做Crouch 我们现在可以找到一个欢迎翻盘的印花 就叫做Welcome to the Crouch 这个印花也有小彩蛋 那就是当我们多次刮除印花 直到最后一次就会变成Welcome to Hell 欢迎来到地狱 刚刚我们说到翻盘和残局 还记得CSGO的回防模式吗 基本上就是给你练残局的 还不错挺好玩的 三个T下包手包点 四个CT回防直接快进到Crouch 每回合的开始都会有几张卡片给你选择 其实就是回防的套装来的 选武器选抛置物 然而就在这些套装卡片里面 我们有机率刷出一套叫做弯机的套装 特别之处在于抛置物是燃烧屏 弯机谁是弯机 当然是神秘弯机了 这位CSGO前职业选手 目前是当红主播来着 在2016年一场比赛中 他在最后的1v1里获胜 击败了对手 现在的比分是11比15 他只要拆个包就能拿下比赛 残血的他按着道流键看都不看 直接和队友开始庆祝 突然 接着我们聊聊大逃杀地图里的彩蛋 首先来讲讲这个火热的鱼径岛 四处可见的岩浆 可以跳跃的间歇拳 是一张地图最为明显的特点 但我们到海边沙山上 就可以看到一把刀 你可以互动捡起来 或者替换掉你现在的刀 不仅如此 旁边沙地里竟然埋着半个人头 我第一感觉就是孤岛惊魂3的彩蛋 大家是不是也是这样想的 这就让我想起了孤岛惊魂6里 好像也有这个彩蛋 于静老这张地图有着复杂的地下矿洞 其中我们可以来到两个巨石卡住的通道这里 跳起来可以看到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 开启穿墙飞到最里面 就可以看到地图作者留下的补名彩蛋了 这玩意这巨长无比的英文 翻译过来就是小邪方结伴立方体 又被我们称为零方八面体 为什么会在这里又有什么含义 就不得人知了 不然就我到时想起了另外一个矿洞彩蛋 那就是CS1.6据点围攻这张图的矿洞 藏着的则是地图作者信息和留言 冷门地图无人知据 大家可有游玩过 这次我们来到了某个村庄小镇 这里有采石场 剧木场农场等等 让我们体验乡下生活 当我们来到剧木场办公室的时候 转身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电视以及电视柜 仔细看电视里的画面 竟然有点眼熟 这不就是殉命大厦直升机的直播视角吗 在地图中间的旅馆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画面 而在旅馆旁边的饮料机出口这里 有一瓶印着地图作者头像和姓名的饮料 这些个小彩蛋也是藏着极深 接下来我们讲讲两个二维码彩蛋 首先是搭档地图下的首位所这张地图 地图虽小但是机机特别多 尤其是在广场雕像这附近 让我们绕到后面来到这条小路这里 慢慢的低头往下看 就可以看到一个有小瓷砖拼成的二维码 扫码破译一下 居然就是chicken机的意思 第19个彩蛋还是二维码 来自蜂巢研究所 这样地图有非常多的二维码 几乎每个门的旁边就有一个 扫码就会跳传到每个地图的steam页面 但是有一个二维码不太一样 在二楼的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一扫码就会被骗啦 说到这个音乐彩蛋 我们聊聊现在玩不到的双叶城堡 之前我们就讲过在二楼的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医疗设备 后面似乎还有个人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在景家附近 开窗墙可以看到一辆黑色的汽车 靠近就可以听到一些熟悉的音乐 这个音乐来自传颂门二的这一首 我们在死亡游乐园匪家的门口 也可以听到同样的歌曲 又是一个彩蛋我们聊聊不拉盖修道院 这张全新的彩蛋地图大伙玩上了吗 小彩蛋小秘密还是挺多的 首先是这种随处可见的书本 总共有好几本里面记载了张地的开发历史 设计背景等等 当我们飞到这个地方就可以发现一个作者的隐藏房间 有名墙上写着你呀来这干啥呢 而地上摆着的这是作者的steam头像 以及灵魂涂鸦 随着这次8月份的更新 又有一张地图被移除了 那就是冤尾小镇 这张破落小镇的拆战地图 氛围还是蛮可以的啦 彩蛋倒也不少 首先是B包点这里 我们看到一个水龙头一直在滴水 墙上贴有变迁者写着 请赶紧修复V色 那么到底要V色修复的是什么呢 有的玩家就猜测 可能是旁边的这个油漆桶买包法 只要一颗300块的手雷 就可以买一个看不见的包 欺负欺负新手倒也不错 这就让我想起了之前 红方要塞的水桶买包法 不过嘛 然而我觉得这些都是小问题 会修复也罢 在这个小镇逛上一圈 就会发现墙上经常贴有寻人启事 上面这一句 have you seen this man 本身玩的就是一个老梗 但是下面这个男的 我怎么越看越眼熟 有点像顶级突破手雨神有没有 是有点像 接下来我们聊聊两张吃鸡地图 首先讲的是这张名为洞伤的雪地地图 难得有雪地风格的大逃杀地图 左的还不错 这张地图有一个小彩蛋藏得极深 首先我们来到滑雪场这里 左边有个门 可以来到类似机房的地方 当你靠近这个像雷达一样的设备 就可以进到一阵阵的摩斯电码 简单的破解得出这么一句话 See you in Italy 意大利舰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几个月后坐落于意大利的新吃鸡地图 葡萄庄园发布了 这张地图也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有感觉 在意大利的田地里 我们可以看到向日的向日鬼 有野外田地 有小镇 也有城堡 彩蛋和资金非常多 首先是当我们来到城堡最上面 可以看到下面有草车和草舵 众生一跃 就可以听到熟悉的音叫声 掉下来不会死 但是也不会扣血 很显然就是一个致敬刺客信条的彩蛋 在地图载入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总共有八个作者 而他们的肖像画就巧妙的藏在这个城堡里面 走到城堡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八张人物画 通过AI处理 变成了这种接近中世纪的风格 也是一个传统地图作者彩蛋啦 同样还是在这中间的城堡这里 我们从这口井跳下去 可以来到监狱和下水道 下水道的镜头被拦住了过不去 但是远处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发光发亮 打开手电筒 穿墙继续 椅子飞 飞到最里面 就可以看到几盏微弱的蜡烛 照亮了一个我们熟悉的logo 没错 这就是恐怖分子凤凰战士的标志 这小彩蛋增添了这张地图的神秘感 还是有点意思的 我们来到地图左上角的这个小镇 可以找到一家披萨店 我们进去走到后厨 可以发现一个收音机 靠近仔细听 就可以听到月儿的音乐 这个音乐来着老游戏 蜘蛛侠俄披萨店的主题曲 应该是地图作者 一个小小的致敬彩蛋吧 然而这张地图还藏有一个彩蛋 特别难触发 在哪里 在小镇的这个二楼 我们可以看到一张桌子 一台电脑 就是这台电脑 竟然有1%的概率 出现一个据动画 这时候肯定有人要问了 你怎么知道就是1% 因为杨阳俊我反编译了地图 在Hammer里面查看了这个触发器 看到没有 1%的概率触发器才会启动 到底是什么彩蛋呢 杨俊我试了一下午啊 就这样开图飞过去 没有 重新开图再飞过去 如此反复啊 大概也就试了近百次左右 终于触发了 是的啊 就是这伙熟悉吧 其实这是一个2021年的动画贴子来的 叫做昂首阔步的巷子 后来变成了地图 制作者们之间喜爱的表情包 于是这些地图作者 就将他们藏进了各自的自家地图里 好了 最后到今天最后一个彩蛋了 有什么彩蛋 比百分析概率才触发的彩蛋更适合压轴呢 没错 我们来讲一个悲伤致敬彩蛋 2018年的3月24日 这天是个星期六 一名恐怖分子冲进了法国南部的一家超市 他携带了一把手枪 一把猎刀和三枚自制炸弹 当场打死了两个人 并将剩下的人扣为人质 这时候作为法国宪兵队中校的阿诺贝尔特拉姆 主动提出将人质替换成他自己 这时恐怖分子同意了 然而在三个小时的对峙之后 超市局再次发生了枪响 国家先兵的特勤队迅速冲入超市 将恐怖分子击毙 然而为时已晚 贝尔特拉姆躺在雪坡里连中四枪 最后由于伤势过重 不久就在医院里去世了 验尸报告显示了贝尔特拉姆死于喉咙的多处致命刺伤 几天后法国国旗降半旗 许多城市宣布街道广场或者是建筑物以他来命名 后来维瑟在激流大行动中加入了一名军官 这名叫做亚克贝尔特拉姆的法国宪兵特检队探员 很显然之间的就是牺牲了的贝尔特拉姆 似乎这是维瑟第一次做这种事情 探员的描述里也同样印证了超市发生的悲剧 最强的是贝尔特拉姆原计划在2018年6月份举办教堂婚礼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 英雄就此陨落 在离世的不久前 他在一名神父的见证下 与妻子在医院结婚 让我们用探员描述最下面的一句话 来结束今天的视频 我做了那么多改变 只为心中不变 我做了那么多改变 另外一个年更新系列 大家觉得如何 OK这里是用心做彩蛋和细节视频的杨安君 喜欢这期视频可以点赞三连 加不关注和订阅就更好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